欢迎收看小熊老师 平底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介绍之前稍微略过了一下子的这个 多项式的除法 那是为了我们后面要学习多项式除完之后 你想想看我们一个除式除完之后会有伤嘛 那也许还会有余 所以如果它有余术 那么我们就衍生出一个叫做余式定理的这个知识 其实很简单 我们之后学到的时候并不复杂 如果现在我有一个式子 我告诉你x加1它去乘上这个x平方减x加1 乘完之后呢 它是x三次方加1 x三次方加1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我拿x三次方加1 它去除x加1 那除出来就是上面这个 x平方减x加 所以如果我们把不管你x拿多少 把它三次方加1除以它自己加1 除出来一定就是这个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有2 x如果用2 那么这个三次方是8 8加1是9 9去除以2加1是3 除完是3对不对 那这个3是不是2的平方是4 4减2加1是不是3 4对不对 我们再挑另外一个啦 比如说5好了 5的三次方是125 125加1是126 5加1是6 126除以6 622 21 126除以6是21 然后它是不是这个呢 来看一下 x如果是5的话 5平方减5是20加1是不是21 4 所以多项式的除法呢 就是等于算是你乘法出来的东西 多项式乘法 这个乘这个是这个的话 那么这个除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除这个就是 这个是上 这样子 那并不是每次都会整除的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这个 像我现在要除这个x4次加1 它是被除4 它去除以x平方减2x加1 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除出来是怎么样呢 我们在学校教了一个叫做直式除法 x的4次 那我们就好像我们 假如说一般在算算这个数字的话 x4次它这里就相当于是1万啊 所以它不是 它是101 所以你中间要留下这个千位百位十位 x4次 然后x3次没有 x2次没有 x1次没有加1这样子 去除 这样 这样就是它的直式除法 把除式写在这边 然后 那 首先我们要先消这一个 所以这里填的是x平方 所以是x4次减2x加 x4平方三次 所以这里就是填这个乘以这个的结果 填下来之后拿上面减下面 减完这个0减-2是正2 然后0减1是负1 这样子 然后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 接着要去消这个2x3次 所以这里填的是2x 减4x加2x 然后一样消掉 -1减-4是正3 然后-2x加1 然后要消掉这个3x平方是加3 所以是x平方 减6x加3 -2减-6是正4 然后-2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除法的结果写成这样子 x的4次加1 它去除以这个x平方减x加1 那除出来会是x平方加2x加3 然后于是4x减2 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多项式的除法 那我们可以把除法写成什么 被除数等于除数乘以商加于数 所以被除4是x的4次加1 它等于除4乘以商4加于4 那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用分数来写 那这个同除以除数嘛 同除以除数所以留下来的是这样子 就把除数写在下面 那这个除以除数就没有了 它就只剩下商在这边 这一步到这一步就是把它同除以除数这样子 那其实事实上我们是不会真的这样去写这个4次的 它没有现实的应用价值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写给大家看呢 因为很多考询上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看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我只要把这一条式子整条同乘以 x平方减2x加1就会变回上面这一条 那换句话说 这条式子它是在揭露 如果你拿x4次加1去除 x平方加x加1除出来的商是x平方加x加3 然后于是2x加1这样子 那刚才说到我们可以把一个除法写成被除氏等于除氏乘以商家于氏 所以如果被除氏是f of x 除氏是g of x 那我们可以说f of x等于g of x 乘以q of x 乘以r of x 那因为它是多项式啊 所以我们会这个把它写成函数的形式 所以会有括号就是这个q of x r of x 不过之后我假如忘了念就算了 就是我可能就念q跟r这样子 懂就好了 来 那所以呢刚才的这一个分数的这个式子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或者我们其实我们在做除法的时候有人会这么做就是 我把 我把被除氏先减掉于是再除以除氏的以上 这样当然是可以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然后底下这里这个 我们现在来算算看 x平方减2x加5乘上x平方减2x减3 然后除以x减1 这样子于是是多少 来大家算算看 我们这一集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武侠小说 武打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 我也建议我的学生要多看小说啦 那我跟他们说如果你要看的话呢 这个尤其是稍微有一点阅读能力的话 就挑经典的看 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只是它文字标记得很好 那我们可以来这个稍微比较一下 两个小两个作家他们的风格 来看这个是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个片段 王与烟这个他的表哥 他表哥慕容赋 他出子重敌 他见表哥出子重敌拍手喝彩 表哥好一招夜叉探海 本来要点中对方潭中气海才算夜叉探海 但是他对意中人不免要宽打几分 他这一指虽然差了一寸六分 却也马马虎虎称为夜叉探海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 他这个立即补上一招 右掌推出直直断正游的胸口 断正存他打错 断正存一口气还没换过 无力抵抗 给慕容赋一掌猛击 一口鲜血噴了出来 他爱子心切不肯推开连忙运气 慕容赋第二招又已拍出 断欲情急之下 你敢打我爹爹 情急之下内力自然而然从十指涌出 正是六脉神剑中 桑阳剑的一指 试着一声 断慕容赋一只袖子 已被无形剑削下 跟着剑气与慕容赋的掌力 一撞直敢手臂 一阵酸马大吃一惊连忙 向后要开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也是成名的作家 我个人也很喜欢 温瑞安 他的作品四大名谱 有拍成电影 也有画成漫画 我们来看他写的 敌人静在背后 敌人原来是在后面 自己的剑气完全空发 敌人未出剑前已占了先进 这是什么剑术 这是什么剑法 这是什么剑 天一有风不回头 他已来不及回头 他整个人全身全心全意全神全速向前飞扑 他的辩真从左右斜下一起交错次回次 一千个太阳在手里 天下有妻 他说遇上我你任命吧 天下有风说 我们有愁吗 无冤 我们有冤吗 无冤 有愁吗 无愁 你却在此处心机率 伏击我 诸如此类的 我们从刚才这两段的这个文章 去稍微说明一下 经用他的风格 跟这个温柔安的风格 经用的长处 我们神略过他这个始早优美 人家说他是学院派 不只是因为他在写的时候很会引用典故 然后很会这个修持 很有这个古典美 很有古典美 很有古装片的感觉 不只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经用他有一个长处 就是他很善于去描写这个全来 全来交往 刀来见往的这个场景 我们如果以电影来 电影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就像是那个武术指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夜问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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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那个手这样子来来去去的 那如果早期的 你们可以去找很久以前 成龙拍的 或者是成龙 不是成龙拍的 其实成龙拍的都还不错 很久以前的少士武打片 他们的过招都感觉蛮假的 但是你看叶问他那个武术指导过招就很好 或者是成龙后来的这个动作片的过招也很精彩 那这些过招都是需要设计的 我要怎么让这一拳在镜头里面 打到哪个地方你怎么接 然后接着怎么样 然后我打过去你又要闪开 这样子 这个等于算是金庸他很擅长用文字来描述这样子的场景 你看他这个 你看他这里 一指未点中对方要害 立即补上一招 右掌推出直直断正纯胸口 一口气还没换过 给慕容妇猛力一掌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不肯退开 然后接着他又这个情急之下 这个内力自然从十指涌出 吃着一身一枝衣袖也被无形剑切消下 那你看这个金庸他很会写 就是我这一招过去然后你怎么闪 然后你怎么回 然后你用十指出了这个一指剑气射过来 射的是我哪里 你看他前面这里写这个 夜叉碳海要点中对方弹中气海 当然你如果懂得中医 你懂这个弹中气海在哪里 那你会很清楚他是怎么打的 那当然这个人家说金庸是学院派 就代表说他是有稍微研究过的 可是即便你不懂 你也大概知道就是 这就是一个要害 很有可能就是肚子或者是胸口 其实弹中应该是在胸口这边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场景 有没有就像我刚刚讲夜问这样子 刷刷刷刷刷 很刺激很紧凑 另外一个另外一种描写的方法 是像温瑞安这样子 他其实没有在花 他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的说 就是他不擅长写这种全来交往的场景 所以他的过招是一种气氛 什么啊竟然如此啊这么快 你看这个这是什么剑法 这个原来竟然在背面 来不及了怎么办 他用这个文字来去提高那个气氛 让你整个变得很紧凑 很紧张很紧绷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描写方式 那我们并不 我刚刚说你可以说他不擅长写全来交往 当然这是一个说法 但是事实上我并不是说他这样子比较差劲 这是另外一种的风格 那你看他去凝聚了气氛 这是什么剑法这是什么剑术 他的辩真从左右斜下一起交错回刺 签个太阳在手里 让你觉得 这个是一种描写的方式 我就說這個我跟我朋友聊到的時候 最近差不多我在錄這一集的時候 很有名的一個漫畫家傅菅義博 他要重新連載他的作品叫獵人 獵人他的這個招式的全來交往就畫得很好 他等於算是就像我說的 他是武術指導型的 他的這個全來交往非常的精彩 另外有一部 因為太血腥了所以算現世級的 叫彼岸島也畫得不錯 相較之下 比如說這個有一部漫畫叫死神 他的這個過招就比較簡單 就有一點我都舉例像那個早期的布袋戲 早期的布袋戲因為他們不太會讓那個戲偶過招 他不知道怎麼過 現在的霹靂布袋戲就不錯了 他都會去設計這個布偶的過招 然後戲偶的過招 早期的布袋戲不會做這個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個情形就是會 也像早期的古裝戲也是 他缺少武術指導的時候 就是會讓那個主角繞圈圈 然後一邊嗆瞎 我這一劍拔出來之後你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你以為輸的會是我嗎 難道不是你嗎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誰我難道不知道嗎 就一直互相嗆 一直互相嗆 你這個過了今天你就沒有明天了 這樣一直互相嗆 天下第一次我不是你好這樣子嗆 嗆的最後怎麼樣 要出手對不對 撐 那個人影一交錯 砰 就一個倒下來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他們不會拍 不會拍那個全來交往的場景 所以也要一直嗆一直嗆一直嗆 那但是我要說啊 就是我們不能夠單純的用 就是這樣叫做比較遜的角度去看 如果作者他很擅長凝聚那個氣氛 或者說像我剛剛講那個死神 他有一點就不錯 就是他沒有全來交往的過招 但是他的那個大場面的招數 就是他什麼散落把千本陰 那樣子的整個畫面都是很華麗的招數 他做得不錯 就好像現在霹靂布袋戲 我說他們現在全來交往設計的比較好 之外呢 他們的動畫也設計的比較好 所以他一個招數放出來的時候 會有一些動畫效果 看起來很精彩 這也是很棒的 那在這裡跟大家講 就是說我們看武俠小說 除了看看他的劇情 就是哈哈我才是壞人 什麼你想到我竟然被你背叛了 但是你沒有想到 我早就已經預料到這一點 諸如此類的 除了看他們的劇情之外呢 可以去欣賞一下 作者他是怎麼去描寫這些招式的 這個互動 很值得吸收 我們有兩個方式可以來算他 一個是我們先展開他 那你想說我這樣三項乘以三項要展開很麻煩對不對 那其實呢 我前面這個s平方-2x是重複的嘛 如果我們前面的這個乘法 多項式乘法你有吸收起來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這樣做 你也可以設A 就是說你把這個當成A 他加5 A加5乘以 A-3 我們先去展開他 那展開來之後會得到這個 x平方-2x也就是A A平方然後加2倍的A 然後-15 然後 x平方-2x的平方 也就是如果把x抽出來 就是x-2的平方是 x平方-4x加4 我這個次數還沒寫 因為我到時候要把x的平方回去 我剛剛是先把x抽出來嘛 他等於像他相當於這算x-2的平方對不對 我們是x平方-2x的平方 那我把x抽出來 其實我等於是把x抽出來之後再平方 那到時候這個抽出來的x自己也要平方 所以回來的時候其實是4次3次跟平方 應該看得懂吧 所以後面這裡是加2x平方-4x-15 所以他其實是 加6x 這個東西除以x-1 這個東西除以x-1 那其實是要打括號的 可以嗎 就是我先展開啦 到現在他還沒有除 先展開他 先展開他再去除以x-1 這樣子會是多少呢 經過我神秘的計算他 我發現他是 他是-18 他是-18 不對 -16 至於什麼神秘的計算 我是如何神秘的計算的 我就不介紹 於是啦 於是 我不是說3 於是-16 我用於是定理算的 之後就會教大家 因為現場除太麻煩 那教第二個方法 各自先除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原本的題目是這樣子 他去除以他 這個東西去除以他 那我自己先各自先除 我用一個特別的方法去思考 x平方-2x加5 他其實是x平方-2x加1 再加4 對不對 這邊呢 x平方-2x-3 他其實是x平方-2x加1 再怎麼樣 他-3喔 所以我加1他要再-4 這樣子 那這裡呢 其實是x-1的平方-4 這裡其實是x-1的平方-4 那所以我整個乘起來 他是x-1的平方 a加b乘a-b 所以他是a平方 那他平方的平方是4次 然後減掉b的平方是16 所以這個東西啊 去除以x-1 那可以想像呢 這邊一定是整除的嘛 所以余式就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他的余式就是4次16 那這樣傷是多少 傷就是余這個嘛 所以他再去除掉x-1 所以他的傷其實是x-1的3次 傷 x-1的3次是x3-3x平方-3x-1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這一期 那我要在這裡提醒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我等於說我在這裡先去整理它 整理完之後再去除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先去除的角度 因為你先除完這個的傷是這個 先除完他這個的傷是這個 這樣子 那這兩個再去 再去這個合併起來 再去沉起來 然後再來除 這樣是可以做的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展開來 都是同一個式子 所以我可以在兩個關號裡面自己先除 來看這次的作業嘛 不複雜 就是教大家認識這個除法的寫法 這是第一題 然後一個除法 問你這樣沉起來之後展開來 展開來 然後他說展開來各項係數核是多少 展開來問你x4次項係數是什麼 展開來問你除以x加1的話 於是會是什麼 再來 B這一頁只有一題 這個東西 他去除以g of x 結果傷是 這一個 於是這一個 另外這一個 多項是 也去除同一個g of x的話 那麼請問他的傷害 於是什麼 想想看怎麼做啦 其實是可以提示 但是因為 也不難 所以就不提示大家 想一想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